如果问二战的转折点是哪一次战役 苏联人一定毫不犹豫的回答 必须是斯大林格勒战役 美国人则会舔着个波伊脸 强行把诺曼底登陆 说成是二战的转折点 这种不惜篡改历史 也要给自己加息的流氓行为 我只想问一句 你们到底有没有把平安县城放在眼里 当年为了打击法西斯的有声力量 整个进西北都打成了一锅粥 李云龙最后连意大利炮都拉出来了 难道美国人都不看亮剑的吗 众所周知 二战的转折点有三个 苏德战场的转折点是斯大林格勒战役 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是中途岛海战 这两场战役在我们以往的作品中都有讲过 至于这最后的转折点 就是北非战场上的阿拉曼战役 而今天就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意大利这个白旗帝国和印度嘎利军团 这两大菜籍之间的史诗护卓 绝对刷新你对战争的认知 北非不名思义就是非洲的最北部 这里和我们印象中那个非洲黑人领地不同 北非的南部是撒哈拉沙漠 刚好隔绝了南非 而它的北部是地中海 所以从历史文化上来说 北非属于亚洲和欧洲 历史上这里曾经被多个欧洲王朝占领 而北非最富有的国家就是埃及 世界第一场河尼罗河就在埃及 经过河水的长期冲刷 所以在尼罗河的下游 便形成了一个面积2.4万平方公里的三角洲地区 史称尼罗河三角洲 尼罗河三角洲土地肥沃 农业发达 曾经号称罗马帝国的粮仓 也是埃及的经济支柱之一 除了肥沃的土地 埃及还有一条堪称欧洲命脉的河流 苏伊士运河 哪怕是到了今天 往返于亚欧各国的商船都会从这里经过 前几年这里好像还被一艘货轮给堵了 最终导致全球贸易每天损失60到100亿美元 由此可见 这哪里是一条河呀 这简直就是一条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金矿 从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后 就一直被英国和法国占领 这么富有的航线 凭什么被英法霸占这么多年 凭什么这里面没有意大利呢 这估计就是当时莫索里尼内心的真实想法 1922年 莫索里尼出任意大利总理之后 他就一直想着光复罗马帝国的荣耀 那可是把整个地中海收在家里当后花园 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超级帝国 所以在莫索里尼的心中 什么维系法国啊 北非 中东 埃及 那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不动产啊 为祖国收复失地 我被刻不容缓 于是在二战爆发之后 德国在欧洲有仇报仇 有冤报怨 满世界打砸抢去了 而意大利则开启了光复之路 其实除了历史原因 还有一点比较现实啊 打仗嘛 必然少不了石油 欧洲各国的石油储备有限 根本无法维持战争所需 当时能彻底满足石油需求的 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苏联的高加索 另一个就是中东 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最终决定 冰封两路 德国去苏联高加索地区抢油田 意大利就去北非干掉英法联军 只取中东石油 要知道 当时英国驻扎在北非地区的部队 都是东拼西凑凑出来的 其中的主力还是大量的印度人 这样一支杂牌军的战力 已经无限接近于零了 对于意大利来说 这简直就是送风题啊 更何况 意大利地处地中海 海军实力不容小觑 一旦开战 将直接掌控地中海航线 英国想要支援北非 唯一的办法 就是绕着整个非洲跑一圈 除了地理优势 意大利在非洲的军队 总人数高达50万 仅仅是在利比亚的驻军 就有30万 反观英国的中东军队 只有3.6万 武器装备少得要死 将近10倍的兵力差距 如果意大利在短期内 能够吃掉对面3万多 一打就跑的咖喱军团 那么地中海的后花园 埃及的运河 粮食 中东的石油 甚至是整个非洲 都将属于意大利 这笔买卖简直就是一本万利 今年6月28号 意大利驻利比亚总督 巴尔伯元帅 乘坐飞机准备悄悄前往利比亚 亲自指挥作战 由于当时的意大利 刚刚对英国驯战 所以巴尔伯在飞过地中海的时候 就非常小心 生怕半路上被英国的飞机拦截 万幸的是 这架飞机平安飞过了地中海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就在飞机经过意大利所属的港口时 遭到了上百颗炮弹的疯狂射击 然后这位大元帅就原地升天了 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 英军出动了大量轰炸机 空袭意大利海军死守的托布鲁克小镇 事发突然 不明所以的意大利军队 被炸得措手不及 伤亡惨重 好不容易等到轰炸结束 众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